全台县市首长今天上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尼崇华 今天下午也举办了第一次的媒体见面会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大家叫他逆嗓来拉近距离 不过可能是难得和媒体近距离交谈 逆嗓似乎还不太适应 谢谢大家 以后叫我逆嗓 穿着深色西装 背心 白衬衫 流行音乐教父尼崇华 新科上任台北市文化局 第一次会面媒体似乎还不太适应 中间也有些争议的地方 我觉得让我多了解以后 然后就需要比较多的沟通 现阶段我就是学习 沟通跟服务 这是我现阶段的三个主要的任务 那在这一百天里面我会把这三个事情做好 逆嗓伐强调刚上任才当了半天的文化局长 很多事情需要与市府同人交流了解 现在面临处理世界设计制度的后续发展 以及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 尼崇华说要整合局势团队 还要向林怀明请义 另外 尼崇华透过自身专业 要在捷律放音乐 目前音乐属性还没有决定 因为我是来自于流行音乐 就是放点流行歌了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定义是一个声音嘛 从地缘去响歌 那其实我会把独发局也邀请进来 我的缺点可能是我的优点之一了 因为我完全是一张白纸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定的立场 林崇华用白纸形容自己 因为被提名前就引发艺文界争议 现在正式上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会不会感到压力 林崇华直率地说 压力不会啊 我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新的工作 每天都 每天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讲 都是很新鲜的 对于柯P提出的 上任一百天拿出成绩给市民看 台北市各局处积极执行 包括文化局 未来相关活动规划 都要在一百天内让市民有感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见伦理 金金台湾台北报道